這在地新聞 讓鄉親 繼續來看南道管政府的 環保局 積極在找處理本索的方式 這次是試用到熱分解的技術 來處理到三百三十檔的本索 管長林明珍說 如果處理後不錯 會推行到國兄弟來使用 南道管因為沒有分化路 本索都燉到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利用上昇的技術 可以行運 股運 力量的總體 在南道市情結局試驗處理 三百三十檔的家用本索 既然說本索的問題 可以掛緊解決 在過程中 它可以把所有的東西給燒掉 給揮浸 全部給熱烈解掉 出來的氣體是可燃氣 它是可以用來發電的 如果可以處理本索 還可以發電 管長林明珍說 希望未來可以 運用在南道管13的鄉定池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分布在 我們南道縣的十三鄉鎮 分別授置 各鄉鎮來處理 管理環保交表是說 這個總體違反的切 到現在已經處理七十檔的本索 這個計劃如果成功 就能慢慢解決本索的問題 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